欢迎回来 在上一节的进讲班 我们关于第一大章第二节 第二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学习 本节课我们从汉字括弧三 泥浆护壁成孔开始讲起 阿拉伯数字一 泥浆之背与护筒埋涉 对于泥浆的成分和作用 上一节进讲班咱讲过了 所以我们这节课就从护筒开始讲起 首先学习教材上的知识点 这些数字能考选择 更能考案例 也就是说护筒顶面 宜高出施工水位或地下水位 要高出两米 就像我们这个示意图所画 也就是说它要高出地下水位 或者是施工水位要高出两米 而且最好是要高出宜 那也就是最好 最好要高出施工地面0.3米 那么分别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同学们好理解 护筒高出施工水位 或者地下水位两米 那护筒内的泥浆 液位就高 液位高 液压就大 液压大 更好的维持孔壁的稳定 所以它要高出地下水位两米 而我们护筒呢 它高出施工地面0.3米呢 主要是为了挡水 高出地面0.3米 也是防止地面的积水啊 浸流啊 流入孔内 所以才高出地面0.3米 那么我们这里啊 通过数字的学习 也了解了相应护筒的作用 再给同学们的补充完整一下 护筒的作用呢 首先 护筒在成孔时可以引导钻头的方向 同学们现场干过活动的话都看到啊 护筒的上面呢 这个十字拉线引导钻头 保证我们钻进精度 同时呢 护筒相当于一个容器一样 是吧 存续泥浆嘛 可以提高孔内泥浆的水头 防止它孔 因此要求我们高出地下水位2米以上 泥浆的液位高 液压就足够强 还有呢 固定孔 固定我们装孔的位置 保护孔口 同学们也都知道啊 这个泥浆的液压 初中卫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液压公式 是弱气H吧 是吧 这个H呢 就是离液面的高差 那么现在我们孔口的位置 距离液面的高差是最小 那液压最小 孔口容易塌 孔口就是个不弱环节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户筒呢 在孔口挡土 保护孔口 就这么一个意思 因此我们说户筒的位置呢 一定要埋设准确 并且保持稳定 在这呢 我们把户筒的作用给它介绍完成了 到我们后面 讲第一大章第三节 鸣骂鸡坑时 我们有地连墙的支户 地连墙里面一定有个倒墙的施作 在这个层面上来看 倒墙和户筒的作用呢 有着诸多类似的形结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20年意见这条案例的节选 我们会发现背景资料里 我都没什么文字好去说 直接上来就是看题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试图体 施工方案三当中 所指的构建A的名称是什么 构建A在这个图里面画在哪呢 就画在这了 这就是构建A 是在孔口的一个构建 是啥 当然是互统的 没问题吧 然后构建A应该高出施工水位多少米 能考案例问答 当然现在应该知道是高出两米 到了22年再考 原图不会再出现 但是我们会说 这个户筒高出地面0.1米 高出施工水位1.2米 都是错的 因为不够高嘛 是吧 同学们这些数字也要会改错 同学们能够理解 这就可以了 好 答案呢 我想不用多说 同学们能够把握的地方 我就不再追溯了 划下来阿拉伯数字2 正反循环钻口 没问题吧 上一节金奖班我们把什么叫正循环 什么是反循环都说了 那么正循环反循环 轻孔的原理我们也说了 那么为什么叫轻孔呢 尤其是二轻 是为了确保承扎厚度符合要求 承扎不能太厚 那么果不其然 双固号三就来了一个数字的要求 能考选择 也能考案例的改错 设计 为要求是 端程形状 就是我们的祖图 它的承扎厚度呢 是不应大于100毫米 摩擦形状呢 也就是我们的右图 它的承扎厚度呢 不应大于300毫米 我们很多同学呢 对于这个装形状 这个名词不太熟悉 我们补充拓展一下 所谓我们说说端程形状 它是在承载能力极限作用下 这个装顶的竖向贺载 主要由这个装端阻力 承受的装 所以啊 是由装端阻力承受的装 而摩擦形状呢 它是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 装顶竖向贺载 主要由装侧阻力承受的装 这样子的话呢 同学们也就理解了 我们的端程形状 它的装身自重 以及上部贺载 主要是依靠 装端磁力层提供的反力来平衡的 所以啊 它对于我们装端承扎厚度 要求更低嘛 换言之承扎厚度要求更小 同学们应该理解啊 然后呢 我们又能看到右图 这份的右图 同学们看到摩擦形状 听到我们刚刚的描述也知道 它的装身自重 以及上部贺载 不是靠装端磁力层 所以你看摩擦形状 不用落到硬层之上 它这部分的平衡和稳定 是依靠 装身与装周图体的 嵌积与摩擦来平衡的 所以呢 对于我们端部承扎厚度 要求就不那么高 厚度可以稍大一点 但也不能大约300毫米 那么有同学呢 曾经问过我 郭老师我在这儿啊 我就想不通了 你想啊 端层形状 它主要依靠装端磁力层的反力 来保持平衡 承扎厚度要求小呢 我能理解 摩擦形状又不依靠壮端 为什么承扎厚度也有要求呢 实际上啊 灌注昏土之前 孔底承扎厚度的指标 要符合规定 首先我们说 多年灌注装的 施工经验就是这样 不仅是我们桥梁专业 建筑专业也这样要求 其二呢 对于我们装底 不同承扎厚度 用试装 它的结果也能表明 包括我们有很多实验室 做的实验 发现这个承扎厚度的大小 它不仅仅是影响 端阻力的发挥 而且它也会影响 侧阻力的发挥 所以跟这个实验室 我们就发现摩擦形状 我们的承扎厚度过厚的话 也会影响 装机承载力 所以它的承扎厚度 也要做限制 不能超过300方面 所以同学们呢 我们这么仔细解释 目的是让同学们理解 下面我们拿题来练 我们看20年 一件这条案例的写选 它就告诉你 某公司呢 成建了一座化合城市小梁 基础设计呢 是端成装 项目编制的装机施工方案呢 明确如下 双括四 由于实验对孔底承扎厚度呢 没有做要求 灌注水下坏林土前 进行二次清孔 那么当孔底承扎厚度 满足规范要求以后 开始灌注水下坏林土 真对啊 因为咱们的一次清孔呢 是为了中孔验收 看看孔生是不是符合我们设计要求 二清才是为了确保 承扎厚度符合要求 所以这一段没有错嘛 那看来不是改错题 那当年第五题 施工方案四当中 指出孔底承扎厚度的最大允许值 他考察的是问大体 首先我们看到是端层形状嘛 那他要求高啊 厚度要小啊 最大允许值是不超过多少呢 是不超过100毫米 同学们能够答得出来啊 那么20年考了这个100 到了22年 我们的摩擦形状 不要超过300毫米 就能考啊 实际上端层形状的这个 不超过100还能考 好 所以同学们能够理解 答案我就不再追溯了 好 阿拉伯数字三 冲击段承孔呢 双库三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数字 可以考案例改错 这里的冲击段承孔啊 要求每隔4到5米就要验口 最常见的案例改错 是冲击段一次到底在验口 那就错了 为什么呢 每年讲到这儿 好像我们的台词都是一字的啊 冲击段冲击段 它叫个冲击造壁 它不像普通钻机钻具呢 钻除出土 不是钻除出土 而是把这个桶砸出来的 那么既然冲击造壁 对于孔壁的扰动大 所以你一次砸到底 再验口就晚了 很可能呢 已经会说尽 甚至于塌口了 因此为了保证稳定安全 为了保证我们这份的准确的 冲击段承孔 承孔质量 为了保证我们的承孔质量 所以说每钻间4到5米 就要验口一次 要求同学看清楚 如果呢 一次冲击到底 那就错了 正确做法是4到5米 然后呢 就是4到5米验口一次吗 不是 还有在换钻头 或者容易缩孔处 这些薄弱环节 都得验口 别忘了 还要有记录 形成文件 存档被查 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总结起来 多选题 案例题都能考 有三个地方 冲击段承孔 需要验口的 4到5米一次 换钻头的时候 还有容易缩孔的薄弱环节 这三个地方提到一次 都应该验孔 去做记录 同学们能够理解 可以考案例 要求同学们会背 好 如同所示呢 我们就把现场的实景图 包括实物图 给同学们去看了 你看我们左边这个图呢 这就是冲击段头 右边这个图就实物图 特写 这是冲击段头 就是这个冲击段头呢 拉起来往下砸 拉起来往下砸 所以我们说冲击段呢 是没有钻杆的 实际上我们后面 卷羊鸡 牵引的钢丝绳 把我们这个冲击段 拉起来 然后往下砸 再拉起 所以他说他没有钻杆 是吧 那么这个冲击段 正在施工过程当中 这不是户筒吗 户筒不就是有排江口吗 然后随家荤林土 浇注的时候 把这一部分泥浆 顺着排江口排出来 那么这个泥浆 顺着浆钩 流回僵持 是吧 收集起来 避免污染环境 这没有问题啊 好 下来 看这括号是 干作业成孔 阿拉伯数字3 人工挖孔 我们来看双孔3 那么 干作业成孔当中 我这里讲了 单独的一个段落 实际上在上一节课 我们讲到了一个表格 我们当时就说 人工挖孔 肯定是干作业成孔 为什么呢 它不可能用泥浆护壁 这个孔越挖越深 这个人不可能 泡着泥浆浅潜水去挖 因此人工挖孔呢 一定是干作业 但问题来了 长狼圈钻杆呢 它来维持孔壁稳定的 是钻杆 钻机本身 没问题吧 那你人下去挖土 又不能用泥浆 又没有钻杆 那谁来保证 孔壁的稳定呢 双孔和三就解答这个问题 通过现交 互币混凝土 来保证 孔壁的稳定 所以呢 它用混凝土 或者是配金 钢筋混凝土 支付孔壁技术 那么也就是说 你往下挖一节子 有了空间 你就支付 互币混凝土的模板 如果呢 这部分呢 土水压力太大 那么也可能要配金 那你就绑扎完钢筋 支付模板 再去交注 互币混凝土 达到拆摩条件以后 拆掉 在互币混凝土的保护下 再往下开 没问题啊 那你混凝土和钢混 它强度 钢度足够大 那肯定不会塌了 那么它互币的厚 还有垃圾钢筋 还有配金 还有混凝土的强度 都要符合实际的要求 可以靠多选 那么锦圈的中心线呢 与设计轴线的偏差 注意啊 不得大于20毫米 可以靠多选 上下节 它互币混凝土的 搭接长度 不得小于50毫米 这点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叫个倒挂景地的 时空技术 也就是挖一节子 有空间 把这一节的 互币混凝土做掉 然后再往下挖 再做下一节 互币混凝土 那么上下节的 互币混凝土之间 一定要搭接 我们常说搭接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搭接了 整体性才好 只有搭接了 孔弊才不会塌 因此搭接还不能小 至少是50毫米 朋友们挑了出来 那么每节互币呢 当然必须保证正导密室 并且当日施工完毕 观言之 当天的活 当日弊 它主要的目的 要让它迅速的形成 强度和刚度 保证孔弊的稳定 必须是当日干完 根据我们的土层渗水情况呢 使用宿明机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它当天干完 迅速成 迅速形成强度 保证孔弊的稳定 它就不能慢慢的凝结硬化 混凝土的强度迟迟上不来 那么孔弊仍然不稳定 仍然有失稳 踏孔的风险 所以我们希望它 凝结时间一定要短 那么怎么办呢 用速凝结 还可以考单选 那么互币模板的拆除呢 这部分内容呢 还是我们去年改动的地方 今年22版呢 把它顺延下来 互币模板的拆除 一定是贯注混凝土多少呢 24小时以后 早了不行啊 一定要一天一夜以后 而且除了时间以外 双控还看了强度 大于5兆帕后 方可行行 现在我们说 二件和一件的教材终于统一了 我们以前的老教材 一直写的是 2.5兆帕以后 方可拆除 互币混凝土的模板 把它当成侧模作 可是我们在大量的 工程实践当中发现 它不能当成侧模作例 互币混凝土拆模的条件 应该更严格 要求更高 所以你等的时间就更长 要等待24小时 等待的强度要更大 然后大于5兆帕 这样的再拆模呢 互币混凝土不裂 互币效果就好 所以这份的数字 要求同学们记住 能够考案列 好 我们就看看这个图啊 像同学们呢 可能自己在工地上看到的 或者网络媒体上一些图 你都会发现 人工挖孔装 它的孔币啊 是一孤尖一孤尖的 那就对了呀 因为你挖下挖了一层图 就像我们右边的这个适应的图一样 往下挖了一节图 有了空间 你就支持互币混凝土的模板 对吧 然后交出互币混凝土 24小时以后 5兆挖以后呢 才把这个模板拆掉 模板拆掉了以后呢 就像上一节一样 而互币混凝土就成型了 在它的保护下呢 再往下挖 那么那你挖一段 做一节的互币混凝土 挖一段 做一节的互币混凝土 所以你看上去呢 就一截一截的 没问题啊 而在这部分呢 那当然呢 越挖越深 能见度越来越低 换言之呢 工作条件越来越差 所以呢 怕有毒有害的硫化氢溢出 必须要强制通风 泥边挖土呢 电动葫芦呢 把出土的篓子 和出土的吊子呢 掉出去 以利出土 就这么一个道理 好 我们拿1701件 这道案例题呢 我给它改编了一下 适合我们22年的考生 一起来看时间三 专项施工方案当中呢 钢筋混凝土的 互币技术呢 要求有 景圈中心线 与我们设计轴线的偏差呢 不得大约20毫米 哎 这数字有错吗 没错 上亚节 互币大级长度呢 不小于50毫米 这也是对的 看来这两个地方没有错 模板猜除 应该在混凝土强度 大约5兆帕以后进行 我改的就是这句话 因为17版的老教材呢 还是2.5兆帕 关键当年 它没想出 改错题 它不是改错题 所以这些数字 在17年当年都是对的 但是我提醒各位 22年的考生 如果到了我们 今年考试 那它就不一定对了 它就可能把这些数字改掉 你比如说 等到混凝土强度 大约1.5兆帕 就可以拆摩吗 那就错了 应该大于5兆帕 所以这份的数字呢 要求同学们都能写得出来 都能改得过来 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 所以这些数字 警方22年他就改错 要求会背 当年第三题考的是啥呢 补充事件三当中 钢筋混凝土 互币之后的技术要求 有啊 当然有要求 我们说的那几个词是什么呀 互币的厚 垃圾的杠筋 还有你的配金 还有混凝土的强度吗 所以这一个四个词 这些等级 均应该符合设计要求 这句话要有啊 而且我们教材当中原文 还有一句话 每节互币必须正导密时 而且应该在当日施工完毕 正导密时 当日施工完毕 要能写得出来 同时往下 根据土层渗水的情况呢 还有哪句话没写啊 要使用什么外加计啊 使用速凝机 诶 实际上考察就是我们教材的一段 不超纲 这些数字有了 还有哪些要求没有写呢 补充型的案例文答 这段补充型的案例文答 二年重复可能性不大 但这个考点还能考 比如说考什么呢 考改错 你比如说美节互币呢 必须保证正导密时 隔天施工完毕 那错了 应该是当日施工完毕 这样的一种考法 好 答案我就不再一一嘴数了 好 接下来汉字括号五 钢筋龙与灌注混凝土的施工要点 这部分呢 双括号六就是我们案例题 非常容易考的 考的特别多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 我们案例背景资料里 会故意用一种渲染的啊 或者是粉饰的词语告诉你 本着按图施工的原则 或者且按照设计的要求 我们呢 这份钻孔灌注装的混凝土 灌至设计标高后停止 对吗 可以吗 有些东西说对啊 按图施工不就是我们现场施工的原则吗 按照设计的要求不是我们的义务吗 所以按照设计的要求 按图施工正好灌到设计标高不对吗 不对 注意考案例改错 装顶混凝土交出完成以后 一定应该正确的做法是 高出设计标高 0.5到1米 数字一定给我背下来 常考案例改错 这就是我们现场所谓的抄冠 那么抄冠的目的是什么呢 教材原文实际上也尝试解释 确保抄冠以后 装图的浮江层 要把它凿掉 不要 然后剩下的装机面混凝土呢 它就达到了设计强度了 但有同学跟我反映 这教材的后面半句解释 也没看懂 包括还有建筑考完 考我试证真相的同学 会提醒我 哎 郭老师 我怎么记得建筑老师 告诉我超过0.8到1米 你这怎么是0.5到1米 再次和同学们强调一下 建筑啊 那是考的2008版的建筑装机规范 规定超过0.8到1米 我这是城市桥上规范 规定超过0.5到1米 专业不一样 你考什么试 就看什么教材就得了 在这儿要杜绝 防止相互之间的串扰啊 我们这儿 桥梁就写的是0.5到1米的超过 那么有的同学说 能不能解释 再清楚一点呢 和同学们续道一遍啊 这个混凝土贯注 接近装顶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导管内的混凝土呢 压力就慢慢的小了 那么如果不采取措施呢 装顶部分混凝土呢 密实性畅 也就常说 强度低 甚至可能出现松散的现象 也就是说 在桩顶最后一定范围内 都是浮浆 或者说水下昏土 浇注时这种泥浆 灰浆的混合物 因此强度不够 那怎么办呢 到这儿就一定要超管 一定要比设计标高 再多管半米到1米 也就是说呢 把桩顶的这一层 虚装给它灌出来 然后到了现场 剔凿桩头 把这个虚装给它剔掉 不要了 这样保证你剩下的 装身混凝土的连续性 保证它强度够大 存在力够强吗 相信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为了保证 装身混凝土的强度 把上部的这个虚装凿 那在现场 基本上很多的都是环切 环切的比较多 好 我们通过一个动画呢 来满足我们对于市场的 对于我们施工现场的一个补充 因为我们有些同学 施工现场没有去过 那么有同学说超管 为什么呢 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原理 到底是打干的呢 我们给同学们去看一看 比如说 像我们左图 这个示意图一样 正好灌到设计标高的话呢 会正好灌到设计标高 你就停放 那马上泥土夹进来 你在复工的话呢 土体落入就形成夹银 对吧 夹夹连中的话就会断装 因此你正好灌到设计标高也是不对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超灌 像我右图一样 这个示意图啊 你看 我要比设计标高多灌 多灌出来 装身是连续的 同时灌出来这一部分呢 装定虚装 我剃到装头 那么确保我剩下装身混凝土的强度 以及存在力 通过这个部分的动画呢 我们就能更能理解 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一定要超灌 一定要比实际标高呢 灌得更高一些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道理 好 本讲内容呢 就于我们第二幕下部结构施工当中 我们讲到了互同 以及超灌的原理 下节课呢 我们再从汉字括弧6 水下混凝土的灌注 进行专题讲解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提送 谢谢大家